你好 欢迎来到相帅中国财富报告 我是相帅 这呢是我们第三模块的最后一讲 前面几讲我们都在讲中国的房子要不要买 怎么买以及哪里买 你呢肯定已经知道了买增长 买阳光 买便利 买学区 买稀缺等关键词 那有了这些原则就够了吗 其实现实的世界不是这样子的 今天我要跟你讲一个词 这个词呢你如果不理解透彻的话 即使的决策符合前面的所有逻辑 决策错误的概率也可能会比较高 这个词呢就叫做供给弹性 好 在讲这个词语之前 我先跟你讲一个我自己的故事 就很多同学都知道我是地道的长沙妹子 人呢都有乡土情节 但是我呢始终没有在长沙多买房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机会成本有点高 我们来看看长沙的房价 截至2019年底 长沙的房价是8600块钱一平米 这在中国的大中城市中就是垫底的水平 和三线城市赣州徐州差不多 你看2012年到2019年 全国房价是平均增长了45% 而长沙的房价只增长了30% 这明显和长沙娱乐之都的经济发展水平 是不相符的 你看啊经济上 2018年长沙GDP是1.1万亿 排在全国14位 是二线城市里面的中上等的水平 人口规模呢 官方公布的常住人口是815万 而从我们的这网络人口数据看 长沙人口超过1000万 人口的流入在全国也是排名前列 更不要说长沙的娱乐服务业 机械设备行业都非常的发达 基础设施也非常方便 那为什么长沙的房价始终上不去呢 不要说你们 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纠结过很长时间 看增长 看人口 看产业 长沙的房价处于全国省会城市倒数 是不合理的呀 直到有一天我看了纽约房价的历史之后 才意识到真实世界的资产价格 比我们书本上理解的要更复杂 你看纽约的房价一直是全球最坚挺的 碰到危机也是跌得少反弹快 但是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末呢 纽约房价曾经碰到过一次大的下挫 1900年以后美国超级繁荣 曼哈顿的房价呢也水涨船高 巅峰的时候一度达到460美金每平米 那按照当年的物价和财富水平啊 那是个超级夸张的数字 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房价不理性 因为你如果按照当时的利率 还有GDP的增速 套用前面我跟你讲过的 戈登公式来计算的话 曼哈顿的合理价格是每平米500美金 所以呢 460美金的价格并不算过分对吧 结果呢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20年代的工程技术有了很大的突破 电梯和钢结构的发明 使得建造摩天大楼也就是超过50层的高楼 成为了可能 这样一来建造每平米需要的成本就降低了 大概就是260美金 你考虑到400美金左右的房价 还有一百多美金的利润 那房地产开发商当然就蜂拥而至了 比如说著名的克莱斯勒大厦 还有帝国大厦呢 都是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 好了 现在由于空间向上延展 同一片土地上的住房供给 就甚至是成倍的增加了 本来你看 曼哈顿中心地段的土地资源很稀缺 对吧 所以曼哈顿的房子呢 是卖方市场 但是现在呢 由于供给侧的巨大冲击 短时间内房子的供给 一下子就上来了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 房价因此会回到均衡 也就是建筑成本 260块钱 那结果呢 乌漏偏遭连夜雨 这个时候美国还碰上了 1929年的大萧条 房价连260块钱都没保住 直接降到150美金 那些在460块钱左右接盘的人 损失超过65% 一直到50年代 才涨回原来的水平 所以在读纽约这段历史的时候 我就意识到 尽管增长 人口气候 这些需求侧的要素 是房价长期的决定因素 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够忽略 来自供给侧因素的风险 那怎么看这个供给侧的因素呢 咱们经济学上 有一个叫做房屋供给弹性的指标 所谓房屋供给弹性呢 就指房价变动1% 引起的房屋供给量变化的百分比 比如说 这个月如果北京的房价上涨了1% 由于房价上涨 导致开发商加大力度 供给量提高0.5% 那么根据这个公式 北京的供给弹性系数 就是0.5%除以1%等于0.5 好了一般来讲啊 就是如果其他条件都相当的情况底下 房屋供给弹性大 房屋就不稀缺 价格也会低一点 那如果房屋供给弹性小 房价就坚挺 文稿里呢 我把公式列出来了 感兴趣同学呢 可以自己去看看 好 你想啊 曼哈顿呢 就那么大点地方 房价再上涨 你成中心土地供给的增加 是有瓶颈的 所以曼哈顿的房屋供给弹性 是极低的 结果现在技术变革了 导致同样土地面积上的房屋供给上升了 所以曼哈顿的房屋供给弹性 猛然就变大 房价也就下来了 所以长沙的房价涨幅落后 也是同样的原因 因为长沙就是房屋供给弹性 很大的城市 发个委曾经有一个专家 估算过 在全国35个大中城市中 长沙的房屋供给弹性排在第三 然后另外还有学者计算出来呢 房屋供给弹性最小的城市 是哪几个呢 我告诉你啊 北京深圳和广州 这样听上去就很合理了 对吧 好了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 到底是什么决定了房屋供给弹性呢 这个问题呢 是非常复杂的 首先第一个呢 就一般而言 影响房屋供给弹性的最主要因素 就是地理条件 你看像MIT呢 有一个经济学家赛斯 他就发现 美国的迈阿密啊 洛杉矶啊 旧金山啊 纽约这些高房价城市 他们的房屋供给弹性都很低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地理条件 地形啊 湖泊啊 湿地等等 很多城市 它虽然面积大 但是没有办法开发成住宅的 你像洛杉矶啊 以市中心为原心 50公里之内为半径的话 它差不多有47%的土地坡度 是高于15度 这些土地是很难开发 很难住人的 所以城中心的土地供应呢 就很少 所以洛杉矶的房价增速 在美国一直领先 而拉斯维加斯就正好是一个反面例子了 它土地是可以无限扩张 哪怕把全美国的人都放进内华达沙漠 每个人都还有一亩地 所以呢 这里一直是全美房价最低的区域之一 咱们中国在这点上就很类似了 长沙是属于平原丘陵地带 地形平缓的棚地啊 丘陵平原 占到了大部分的比重 所以土地供应充足 开发成本也低 其实成都也挺类似的 你看给定成都的人口 吸附能力 产业能力 地理环境 是极具潜力的城市 但是房价呢 现在平均大概是每平米1.1万 不到杭州的一半 处于二线城市靠后的位置 这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好了 你可能奇怪 杭州不也是平原地区吗 那为什么供给弹性和成都不一样 所以我就说啊 就是在现实世界里 真的要每个城市 做仔细的分析 你看杭州虽然处于平原 但是它有湖泊和湿地 中心城区的土地 根本就不宽裕 再比如说厦门 虽然也是平缓的丘陵 但是它的斯明区和湖里区 却在一个158平方公里的孤岛上 很难扩张土地 所以厦门杭州的房屋供给弹性 都非常的低 这是从地形的方面来考虑 而且中国还不一样 中国有个非常特殊的地方 叫城市土地国有 所以呢 国家还有各级地方政府 它对土地供应 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这个因素啊 它就会使得各个地方的房屋供给弹性 呈现出更加复杂的面目 比如说很多城市 制定了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 再比如说 它可以对溶积率进行限制 也是一种控制方式 通常来讲 你受纬度和光照的影响 中国东部和北部的溶积率限制 会更加严格 所以这些地方的供给弹性呢 稍稍会要低一些 更重要的一个点呢 就是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的意愿 上过乡率 北大金融学科的同学都知道 土地出让收入 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 而越是增长快 人口密 地方财政良好的地方呢 政府工地的意愿就更低 供给的弹性也就更低 反之越是财政情况不好 地方政府卖地的意愿就越强 供给的弹性也越大 所以这些反馈机制 也会导致房价 还有房屋的供应弹性的分化 还有一些是没有办法量化的 非常深刻的文化生态因素 比如说我回长沙调研的时候 就发现 咱们长沙的单位集资房非常多 所谓单位集资房 就是单位为解决职工住房困难 而建设的房屋 然后呢 让职工以优惠的价格购买 换句话说 长沙的房屋供给弹性大 可能和这些非市场化的因素 是相关的 但是这些数据 其实是没有办法准确获得的 所以官方算出来的房屋供给弹性呢 只具备有限的参考价值 你去实地的体验是很重要的 说到这里 我觉得你会发现 很多经济要素 它都是内生的 你就比如说房屋供给弹性 它和增长地形 地方财政 国家政策 产业调整 政府换届 甚至和地方的政治文化生态 都密切相关 所以我们在投资决策的时候 一定要动态思考 窃窃不可 客舟求见 就比如说一个城市吧 增长啊 气候这些条件都具备了 那是不是就一定具备 很高的升值潜力呢 也不一定 你还要看供给弹性 而中国各个城市的供给弹性呢 和政策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呢 我一直强调 读懂政策 也是投资决策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环 好了 我们的第三模块呢 要结束了 在这里呢 给你做一个简短的总结 第一 增长是房价的根本 第二 万元美金社会到了 你买房的时候 要注意阳光溢价 教育溢价 和便利溢价 几个因素 第三 你要注意供给的稀缺性 和需求的刚性 第四 你要注意各个地方的房屋供给弹性 要密切注意一个城市的政策变相 这呢 都是讲了一个大概 所以还有很多细节没有讲到 希望呢 以后有机会呢 可以跟我们的同学再讲 这讲的最后呢 要给你留下两道思考题 第一个呢 你会发现 为什么宗族文化强 干部的本地话率高的地方 房屋供给弹性呢 可能就更大 希望你能够从历史 文化和社会的角度 来进行思考 第二呢 就是学完这个模块以后 请要买房的同学 好好读一读 2019年8月26号 中央财经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的文件 读完以后呢 希望你结合这个模块的内容 给我们的同学 分享你的读后感 然后希望你把你的深度思考呢 放在联系 跟我们所有的同学 一块分享 最后呢 我还想多说两句啊 就是房子是好投资品 但是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 缓步上行的阶段 想要靠着房子报复 然后去实现人身逆袭 这种机会呢 真的已经相对比较少了 房子毕竟只是个投资品 房住不炒 这个概念呢 真的是对的 一个人一生最好的投资 就是自己 这真的不是鸡汤啊 我记得2016年呢 北京房价飞涨 我的博士生们特别慌乱 然后呢 我就叫他们一块过来吃饭 就两句话 第一呢 就是如果家里有能力 可以考虑买房 能大则大 小也可以上车再说 第二句话 如果家里没有能力 就要相信你自己的能力 让自己增值的速度 远远的超过房价的涨幅 很幸运的是 我的学生都听进去了 几年过去 当时有上车的 也有后来 靠自己能力上车的 都挺好 没有谁被时代落下 最后呢 希望你不管是在房产配置 还是在人力资本的配置上 都能够真正的理性 认真 而幸运 这里是相帅中国财富报告 我们下个模块见